你 装着机器的话 先把下面挤到螺丝装 你去那边松 已经松了 你下来就行 然后就把这里的 这上面的话就好 下面的话就你可以拆 可以拆起来 然后这个这个的话就把这几个螺丝拆了 然后这个就直接再把这个抬下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 抵上去了 放进去了 可以停了 而底座放进去之后 它这边有两个柜门 拆开 如果它下面有管的话就可以穿过这里 可以穿过这里 这这条杆也是可以拿下来的 如果下面有一条有一条管的话 大部分有一条管的话就可以拿下来 然后扣上去 扣上去的话 到时候这个 就刚好穿过它那管穿过了 然后 如果没有管的话就直接 直接都不用抬这个柜门 然后底座就安装好了 然后接着安装第二部分 就把这话放进去 它就用银子 在里面 再用这个 我拿下来 它这个 它就用这个 它就用了 然后拿下来 然后拿下来 它就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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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用这个 放上去 然后锁住螺丝就行了 我把这个放上去 这个就安装完成了 然后再把下面的螺丝锁上就行就行 把下面的螺丝锁上就行 然后他这边 他这边的机器和那个剔除器的距离的话 差不多大于50 最好是大于50 现在这个是40 大于50厘米 最少的距离是大于50 然后 还有一个 这个编码器 这个编码器一定是装在这一条直道上 装在这条直道上 接下来我们就安装这些相机 然后你就从相机的线里面 找到这个相机2 对应的相机2 同一边的话 然后你先就从下面这个口 穿过来 穿好之后 你这里到时候 你这个这个管 这个波网管 这直接堆进去 如果你要拆下来的话 你就紧张 直接可以拆了 然后插上去之后 他都有 他如果他就对应的那些相机 就插到相机2里面 这个是网线 这个是相机的电源线 每个相机有两条线 这个是电源线 这个是网线 网线的话 对应的他那个拆口来插 然后他这个光源的话是光源商 那直接 也是他有个接口 插插进去就行了 这条他是光电的线 然后他这里有对应的几个接口 他有个2 有4根 有个24V 有个0V 他这两根是供电的 这个一个8B4 一个8B5 一个是进光电 一个是出品光电 进光电的话是8B4 出光电的话是8B5 你就对应这边 这两根光电的线 哪个是进的光电 哪个是出口 出像这边的话 4就是进光电 5就是出光电的话 你就刚好对着他 那个来插 这个极限核的话 就是把那个编码器和 那个剃除器的两路线 然后都并到一路的线里面出来 然后剃除器的话 你就找两个端子 直接插一个 一个24 一个是9U奥腾 加 然后编码器的话 照样也是找 找四个 这个24 24V 也是直接插 一个0V 这个0V的话 你就为了方便 为了 统一的话 就是插0 蓝色的 这个有一个0.0 有个0.1 然后他这里个时针线的话 都有一些对应的编号 24的话就插24 跟他一样的 编号是一样的 就插一样的 这个 9U奥腾 加的话 就插这里 跟他一样 9U奥腾 加 然后一个是 一个9U奥 24的 就跟他那对应的 插就行了 0.1就插0.1 0.2 0V就插 跟他插0V 同个位置 这个0.0 就插0.0 剩下这四根的话 是备用的 这些线接好之后的话 他这一路的话 就连接这个控制柜 然后传进里面 电柜里面 出来的话 他照样有 四根 六根是有标号的 剩下四根是 留着给你备用 这个9U 标24V的话 就插24V 这个也是编码器的24V 插24V 这个0V的话 就插0V 剩下这三根的话 是对应的插 这个9U2的话 是剃除的输出 又插这个 对应的9U2 奥特加 剃除的输出 剩下的话 这个是0.0和0.1 就插这个输入的 0.0和0.1 0.0和0.1 1 0.1 0